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度 个个都有古都 而在全世界所有的古都当中 西安也算是自历最老的那一代了 它有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史 三千年的建成史 和一千年的建都史 在历史的同一时间 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 西方世界有过强大的罗马城 他是一个战场上的英雄 快如闪电 迅如风雷 征服四方 而西安却是一个沉静的儒者 安稳 淡定 不动如山 半个世纪以前 十几岁的少年贾平蛙 第一次来到西安 站在这座钟楼上的时候 想必他为这座古都 准备了一肚子绚烂纷繁的词句 但半个世纪之后 千言万语 只化成欲言又止的一句 西安毕竟是西安 无论说古道经 若要写中国 西安是怎么也无法绕过去的 假平蛙是当代中国文坛 屈指可数的奇才 以前为风格著称于世 她的创造精神和广泛的影响力 让她成为了一位 进入世界文学史的中国作家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她就以独特的西北视角 为人们呈现了古都西安的现代面貌 让人深思 也让人感慨 这方水土永远是她创作的灵感来源 直到今天 相应无改的她 仍然是陕性文化 当之无愧的代言人 而老西安 正是假平蛙为她生活了 大半辈子的西安城 所准备的一份丰厚的文学礼物 第一眼见到这座城市的时候 你还记得你做了什么吗 当时看见的是什么 当时从想象来 我还把觉得这个城市特别 和在想象里都不一样的 所以是你坐那都觉得会淡气 会淡气 也会控制这个地方 当时住到这个西安的四中 去有个叫棕楼 抬头看这个棕楼 当时我带了个帽子吧 抄帽吧 抬头一看抄帽就骄傲了 就觉得那个特别高大的一个建筑 但是我记忆是印象 有没有一种觉得 好像是一种救赎的感觉 有没有一种觉得好像是一种 当时到盛城我呢 就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讲 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终于可以走出山去吧 谁也没想到 当年站在钟楼下面 那个欠生生的乡下青年 数十年来 用勤勉和天分不断耕耘 为这片土地著书力转 一步步迈向创作的巅峰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曾经的乡下青年 也已有了足够的资历 去评说这高大的钟楼 老西安是甲平娃2006年 写的一篇随笔 记录了他个人 在西安城生活的点点滴滴 内容闲散 普适 不及不促的笔墨行间 弥漫着对过往的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